大家好,我是司马开灵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经常会回想起我们以前 哎呀,那个时候我想在这开个面馆 然后没有开 那时候我想在这开个米线店 然后我没有开 那个时候我也想着开书店来着 那个时候我也想开个手机店来着 然后没有干 然后你发现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你认识的人 或者你不认识的人 他去干了 结果呢,比你现在好很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过这种事 至少我发现过 在我身上啊,就产生了好多次 这个事情我没有去做 当时由于各种原因 但是别人去做了 发现呢,做的效果很好 而我呢,当时可能比他的条件还要好 就是比他还具备各种条件去做这件事 但是我没有去做 各位这差在哪啊 是不是执行力 执行力有多么可怕呀 我今天参加了一个企业的培训吧 应该算是一个培训 当时讲师啊,在台上说了一句话 说谁愿意上台 去表演一下这件事 或者说是去介绍一下自己 当时下边台下好多人举手 我也举手了 我觉得我是有执行力的人 所以我第一时间也举手了 但是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结果是举手的一个没上去 那为什么举手的人没上去呢 因为当老师说完这句话之后 紧接着几秒钟 凑凑凑凑凑凑 跑上台上去十多个 男的女的 然后他们在台上啊 介绍自己 然后介绍自己的产品 介绍自己的东西 和台下的关注进行互动 我们就丧失了这次机会 当时瞬间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啊 举手都是在等待别人去选你啊 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举手的时代了 那就是话音刚落 直接就往上冲啊 那还举什么手啊 这执行力的差距就差这么大 一件事人家去干了 而我这边还等着别人选我呢 我们有些人呢 尤其到我这个年龄 之前呢 错失了好多好多的机会 但是现在呢 一眼在错失机会 每次呢 发现机会之后 犹豫不决 哎呀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一块呢 可能也难弄 哎呀 一想有八大缺点 八大弱点 八大不太可能 这件事就放弃了 但是有别人去做之后 你发现一做呢 就非常非常的顺利 我是说条件差不多的 核展水平差不多的 我们以前经常犯这种错误 现在还一眼犯着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性利弱吗 那些弱点 那些缺点 那些事情 别人考虑不到吗 都考虑得到 你把一个新项目 介绍给别人 别人至少能在十个缺点里面 说出来八个 因为这些缺点都是共性 大家都看得见 但是有些人就是去做 而且呢 一做有可能就成功了 今天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想就跟我举手一样 没有意义 你还等着别人去选你 别人去推你一把 谁会去推你一把 我举手也是 谁会去选我 那么多人能不能选上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人家直接冲上台了 就开始干了 还等着选我呢 所以以前有人说过 说执行力啊 是人的第一大能力 我还不太相信 但是今天我 参加完这个培训课之后啊 我觉得 虽然说它不是第一大能力吧 但它绝对是重要的能力之一 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对我这个视频 什么看法 不同意我观点的啊 可以在下面留言 和我讨论一下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点个赞 喜欢我的朋友啊 可以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我是索尼